正如很多网友所说 一些明星看着眼熟 但就是一时叫不上名字 比如陈秀珠 这位曾经是大红大紫的女星 也是如此 陈秀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也是当红花旦 不比同期的赵雅芝 钟楚红等等知名度低 在周润发版的《笑傲江湖》中 陈秀珠的《笑傲江湖》 陈秀珠是美丽的任盈盈 而在万子良的陆小凤中 她则是漂亮的晶晶 并且在最早的《风神榜》里 她还是女娲娘娘 并且她还是1996年 《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 说到陈秀珠 原是地情空姐 其实也是港姐出身 只是没有进入三甲 陈秀珠是在1979年参选香港小姐 而在那一届的港姐入选三甲者 反而没有没有入选三甲者的知名入高 如同样是没有进入三甲的中楚红等等 陈秀珠在当年也是貌美如花 一开始担任综艺节目主持 不久就成为了多部影视作品的女主角 周润发 任达华 苗乔伟 汤震业 吴启华等 都是其拍档 在汪美玲去世后 陈秀珠就成为了汪美玲的接班人 代替汪美玲出演了陆小凤之凤五九天 尽管当年的陈秀珠是大红大紫 但是由于感情上的事情 导致了后来工作量锐减 更令人惊讶的是 陈秀珠竟然还怀上了私生子 对于这名孩子的父亲是谁 至今也不透露 据说 到了1988年后 陈秀珠认识了一位富商 由于热衷于和这位富商亲亲我我 以至于工作拍拖 分身乏术 到了1990年 干脆就离开香港 到了马来西亚生活 但是这段姻缘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1995年时 陈秀珠和男友出现感情危机 不得已之下 陈秀珠最后是独自再次回到香港 而再次回到香港时 自然是风光不在 无奈下只能做配角 主角自然是没有了份 据说陈秀珠后来认识了一个 年纪比他小十多岁的男孩 两人火速发展姐弟恋 最后依然是已分手结束 在陈秀珠的男友中 传闻有地产界巨子 美国籍男友 马来西亚赌王之子等 不过都没有经过证实 也都是无疾而终 到了1999年 让人惊讶的是 陈秀珠竟然在美国生下儿子陈迪嘉 至于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陈秀珠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来 一直成为了一个谜 或许孩子的亲生父亲一旦说出 也可能会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 总之陈秀珠和孩子的亲生父亲 应该有一段难以启齿的恋情 随着孩子的出生 昔日貌美如花的陈秀珠 也开始人到中年 而有了孩子后 陈秀珠也就不再谈论什么爱情之事 一心只做一个好妈妈 当了母亲后的陈秀珠 一改往日作风 不工作的时候 就在家陪孩子读书 甚至说话也是轻声细语 生怕破坏了自己 在儿子心目中慈母的美好形象 对于儿子的亲生父亲 陈秀珠说 这个问题 我的儿子明白就可以 我从不打算向任何人交代 有了自己所爱的儿子 一起陪伴走下半生 陈秀珠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什么 到儿子二十岁时 我都六十岁了 最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可以陪他的日子长一些 而陈秀珠近些年 虽然只是演配角 但也大放光彩 在2004年因出演古装轻功斗争剧 金之玉孽 再攀事业高峰 2005年凭借电视剧 田孙爷爷 还入围万了千兴辉 颁奖典礼最佳女配角奖 这位当年青春美丽的任盈盈 如今一心只做慈母 岁月催人老 可某些人的演技 却是越来越精湛 就像陈秀珠 或许爱情对于她来说 已经成为了过往 曾经的她为爱也付出了太多 甚至包括私生子都出生了 却无法公开对方的身份 可能同样出于某种爱 而不像无起立 满世界都知道 小龙女是成龙的私生女 既然人家不负责 为何偏偏要找她负责呢 还不如还世界一个清静 让孩子不再受到伤害 陈秀珠就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的一众TVB花旦 都渐渐地老去 她们有的嫁人享受晚年 有的则依旧混迹娱乐圈 但不管结果如何 曾经的她们 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经验 现年63岁的陈秀珠 就是如此 她曾是无限第一代 当家花旦 如今虽然配角 但仍然将角色塑造得完美 近年来 鲜少参与目前演出的陈秀珠 虽然不再那么惊艳 但气质依然 素颜的她更胜赵雅芝 日前 港媒就直击到了这位 第一代花旦 当天陈秀珠身着 黑白色条纹T恤 虽然没有化妆 但皮肤和容颜 都丝毫看不出老态 一点都不输 不老女神赵雅芝 一双人字托 更是体现出 她的平易近人 虽然看似不修边斧 但看其认真程度 着实地有着 那么一种持家有道的品质 见她主要选购打印机 其间不时查看功能 及打印机的价格 之后又向店员询问 不时的功夫 便决定购买 扬长而去 其实 现如今的陈秀珠 是一位单亲妈妈 虽然如此 但她却活出了 真正的自己 不靠男人 靠自己的演技 去养活儿子 这中间的转变 从花旦到配角 落差并不是一般一人 可以承受得住的 但陈秀珠却将其坚持了下来 并且做得非常好 今知御孽中的皇后 虽然仅仅是辅助用途 但陈秀珠却将其塑造得 十分完美 虽然和曾经相差巨大 但陈秀珠却丝毫没有关心 在她的认识中 一切过往都被其淡忘 着眼于眼前和儿子 更是她现今的追求 让我们将时间 划到1979年 十年21岁的陈秀珠 参选港姐选举 虽然没有尽得三甲 但其凭借不俗的容颜和身材 挤身于乐圈 先后担任K100 体育世界的当家主持 直到两年后 才拍摄了人生第一部 重要剧集《风雨情》 因此演技获得认可 其后的十年时间里 陈秀珠更是受到无限的宠幸 剧集不断 先后拍摄了《火凤凰》 痴情节 势不低头等等 由最初的第二女主 到最终的当家女主 当时无限每一套重头戏 几乎都有她的份 风头直接让人避其锋芒 1999年8月 陈秀珠在美国诞下 六磅中男婴 取名迪家 跟妈妈姓 但父亲是谁 一直成迷 陈秀珠谨守秘密 从未向外界透露半点端倪 包括儿子 为了照顾儿子 陈秀珠日夜颠倒拍戏 更是从中抽取时间 对儿子进行 倍加的关怀和照顾 身兼复职 可想而知其中的苦 不过好在这种苦 已然快过去了 已然成年的迪家 对妈妈陈秀珠十分疼爱 也倍加努力 曾欲挫折转变 仍能笑看风云 心满意足 这便是陈秀珠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